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要是这个内娱娱乐圈 给广大观众带来的最大的震撼 那肯定还要数绝望的文盲了 就这些人吧 总能跟你整出新花样 今天呢 咱就不说那些 什么写错别字 或者采访大脑空空的文盲现象了 今天老学要带大家盘点一下 内娱乐圈神级数学明星们 首先我有生意来 见过最离谱的成年人数学水平 觉得要数宋主 在这节目里 宋主要跟名嘴搭档 要背诵9成9 惩罚口节表 结果 真的 千万说这只是惩罚口节表 那很多人可能说 我也会忘记很正常嘛 但是刚刚说完7成8 然后问8成7 结果都算不对 这不是数学不好 逻辑反应能力也很差吧 当然那惩罚嘛 非常难 而且是倒计时比赛 出现错那也行吧 那咱们再整点加法 在成下终于的时候 宋主要负责收赢 那在紧张的时候 几十加几十的账单 他先是用计算计算 结果没算对 结果拿几纸笔计算 周一也没算出来 当然很多人说 这种非常紧张的氛围 很多人都在看着 这不会加减法也很正常嘛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自信说自己 那所以成法表还不错 然后我展示的时候 终不紧张了吧 结果呢 看到这里 肯定又有人说了 那成法 还有事实上的加法 这个又说确实难 那行吧 咱们来看看 各位数的加法 又在采访一个终于的时候 聊天说到关于年龄的问题 说98年出生的宋主儿 在04年是几岁呢 结果宋主儿算了半天 都没算出来 给黄渤都怎么崩溃了 而同样的 再简单加法 都挣扎的 还有著名娇妻包文静 再赏成下终于的时候 为了傲娇表现自己数学上 包文静用精湛的演技 展现了什么是成年弱智 尬到匪夷所思 真的就这个脑子 还天天寻思 怕老公被抢呢 不怕脑子烧掉呀 你在现实中 就很难见到这么离谱的人 而这人呢 居然还是明星 是偶像 也非常离奇 所以看到这里啊 哪里表示 你以为九九层马表 是内语明星的下线 但是你错了 其实是内语明星的上线 只有百分之九的明星 都无法准备回答 只有什么表 比如知名文盲大长出品的 吴轩仪 也是在节目上 被拷问小学数学 结果他慌到 要赶紧找纸笔 但吴轩仪呢 原来是五五双成的代表了 他说了数学不行 语文其实也不行 比如兴趣上线的时候 写小作文宣传 他将跟着字写出了恨 在录节目的时候 起伏念是折服 让我们一起折服天下安康 给杨朝野宣传剧的时候 出少一点 不是美举 对啥我只能说 当然他是对数字和文字 多不敏感吧 毕竟是一天要喝八杯奶茶 吃了皮血的 看样子生活化学 估计也不行 还跟他差不多的 其实还有同样来他们厂的 慕美琪 慕美琪之前呢 向着忠一首表示 曾经有两个月时间 要么不睡觉 要么就每天只睡三十分钟 哇怎么的 每天睡三十分钟 也是为了吃了皮血吗 你们给我怎么 总是素人才呢 比赛一共三个月 后面的两个月 我几乎每天 要么不睡觉 要么只睡三十分钟 当然 那说睡觉三十分钟 其他还有音乐节奏鬼才 四五六 这数学简直不要太好 完美将数学与生活 与音乐融合 音乐鬼才名副其实 当然 最近曾经很久的 D28 以洋语 曾经也联手 试图击败救出神马表 大家却失败告终 也是啊 这也是忠一忠 也是简单的 写下神马表 在算三成四的时候 其他嘉宾说 等于十二 让你脱口的数表是 错了 结果大家告诉他 是十二呀 他恍然大悟 三成四 居然等于十二 而第这8呢 也计则双助攻 表三成八 不等于24 结果呢 两联手 比小学乘法表 那双三 当然 很多人又说了 这现场比赛 紧张很正常嘛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 就非常震撼了 就是在一个喉咙线上 一个粉丝 对D28说 我已经喜欢你607天了 主持人就问 那是多少年呢 D28微笑 直接口算 三年 热吧已经607天了 607 几年了算一下 607天 三年多 快三年 快三年了 两年多了 两年多 你们笑的太真实了 是不是快三年多了 对不对 不是 六百多天 超过两年了 对 对快三年了 真的 为主持人呢 虽然说的也不好 但还确实想帮助他晚尊 说两年骂就快三年 结果D28呢 发起恨来对吧 硬是算 说两年多了 一年365天 600多 又一年多啊 不可谓不是天才 当然这么更尴尬的 还有画乐团的半壁江山 华晨宇 在造年的采访中 华晨宇表示 几小时候 数学基本都是满分 就几乎没有 考不是满分的 我小时候成绩是还挺好的 因为我的数学 每次都是满分 我基本上没有 不考满分的时候 对 数学基本都是满分 基本上没有 不考满分的时候 对对对 我厉害了 学霸来的嘛 就是数学很好 因为数学我觉得 它不用背嘛 就很简单嘛 主要就是考你的逻辑型 大家后来采访中得知 他高考复读了一年 但数学仍然考了 建的五分 别在采访中 也展现了 过人的数学天赋 和逻辑型 标题为 跨瓜算数能力太厉害了 用着火星的独特的 减提逻辑思维 而彻底的数学内容为 五除以三 没有这种复杂的问题 确实需要独特的 减提逻辑思维 高手 高手 但我数学成绩挺好的 一块五 五块钱三斤 那不就是五除以三啊 我说体现答主要的数学才能 我可以在找新节目里 看出它说它的表现 比如在某一个 夸大本领的现场 就一眼词测试 那什么口诀 方向是每人出一题 画成有点单挑多人 全部落败 数学还行 89 63 姚姚四星 32 58 45 对吧 原本以为是关于过五关斩六将 没想到是过五关被斩六次 而本集盘点里 围在数学领域 达到另一个难度层次的 还在看瞬移 再次周一里 大家也在玩一个游戏 开始的时候都是世界内的加游法 说实话我也很好奇 为啥明星玩游戏 永远不是世界内加游法 就是99次码表 从而算到数学之里 变成了三的翅膀是多少 说实话 为了蛋白上过初衷 且真的上课抬过头 看过老师教书的 以后不知道三十四方 是几满 就真的 这种无毛真正程度 让你永远无法高兴 那一铭心的文化水平下限 深不可测 当然 这种实大师数学应用上 算不出来的 那一说情有可原 那也可以吧 但那种概念不清 还不要跟这脸色的 就显得很小丑了 比如杨丽早期的时候 说自己是一个 那奇数不空 因为他很喜欢奇数 那结果 一句话 给奇数和偶数 都感懵了 我一样呢 别奇数空了 这不是你能加权的 所以想想最大的问题 不是控奇数和偶数 是心里对自己 有点鼻鼠 从来这些小干部 咱们的老干部劲动 也得长看一长新了 什么喜欢看诺贝尔数学奖的小文章 希望组建一个 骑行一万公里的 轻轻车赛是不是 我就说 不要看那种 诺贝尔数学奖小文章吧 是不是下面还有 那个十个叉叉 不看旧空的这种推送 还得买菜送鸡蛋啥的 老年就少上网 别整这种玄乎的 实在不行 就骑个一万公里 冷静冷静 所以说 这娱乐圈的明星们 大家就应该有平常心看待 因为归根究底 他们很多都经过包装的 实际上 如果推进明星光环 多的是 实施不起 无顾不分的人 在道德妈等方面 比普通人 掉了差的很远 反正尝看尝心吧 又有机会 再俩去去妹 好的 本集就是这样 请不吝点关注 让本期再见